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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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享有 早建设 早享有 那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去提高国民健康素养 提高个人健康素养 你还是要建设才能够享有 你看这就是充分体现了这叫知行合一的一个关系 那在我们知义行男这个观念中呢 其实涉及到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叫知行的一个闭环 那么从知道到行动呢 中间其实拥有四个步骤 那首先呢叫感知 通过感觉器官感知 第二个呢认知 就是我们的思想上要认识到这个 第三个呢我们叫决策 俗称呢下决心 那第四个呢我们叫行动 才到行动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感知 感知呢就是身体的感觉器官 接受外部的信号 通俗人讲就是经常说的 我知道 我听说过 我见到过 你看这是叫感知 那什么叫认知呢 就是对信息加工处理 对事物规律的总结 那我们常见的表现就是说 啊我理解了 我明白了 我领悟到了 你看这两个是完全在不同的层次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说 什么叫感知 我知道吸烟有害 是因为那个烟的包装盒上写着 吸烟有害健康 哎我也知道健康体重很重要 因为也有很多宣传 那我也知道营养早餐很重要 因为你今天刚刚听到一个新闻 中国营养学会推出营养早餐的模式 你看这些都停留在感知的这个阶段 那我们下面看看认知 也就是说如何从感受到到理解到 我还是拿抽烟举例子 比如说今天我们整个人去体检 一群人去体检 哎结果发现我的肺脏好好的 有个同事的肺脏呢 有问题 哎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会警醒我们同时抽烟 哎 这个旁边那个同事 他的肺有问题 哎 你看到别人的肺 你就发现 哎呀 这个抽烟可能对肺不好 我现在很小心 我的肺没问题 我是不是要 是吧 采取一些行动 那当然还有第二个不好的结果 就是别人的肺没问题 我的肺有问题 我又天天抽烟 那你立马就觉得 哇 我是不是要考虑到要戒烟 所以看到别人的问题呢 我们用一个词形容 这叫分享 那看到自己的肺呢 我们叫体验 那通过常识都应该明白 是分享来的印象更深 还是体验更深的 那肯定是体验 当然我们不希望 健康的这个事情 问题来体验 那么只有你认知到位了 你才能下觉醒 说哎 我决定要戒烟了 那个决心有多大呢 关键在于你的认知 有多深 好了 那么下的角色之后 我们就开始行动嘛 比如说戒烟 那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有人戒了两三天之后 是吧 如果隔壁左右的人都抽烟 回头给他一支烟 或者隔壁左右都烟无聊 很快又就什么 这个戒烟就半途而废了 所以你会看到 在行动这个层面 为什么很难 是因为 当你要做决定改变的时候 你要突破舒适区 借三五天 肯定不叫戒烟成功 至少要三五个月 所以你看 突破舒适区 还不是突破一次 还要长期主义 才能见效果 所以当我们对这个 认知闭环了解到了 对吧 要感知到 还要认知深刻 还要下决心 还要长期的突破舒适区 最后才能够实现 自行合议 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例子 我每次提大健康 都会提到这个例子 我住在街道 每天早上 出去用早餐的时候 会看到 有一个人 他就薄形 我们叫中风后遗症 他的这个袋子里面 装的是油饼和油条 我看到后 给我很大的触动 你看他是一个中风后遗症的 那么他的饮食上 实际上应该要少油 低脂 他这次中风被抢救过来了 但是如果他长期 还是这样的高油 油炸的食物饮食的话 他有可能下一次会 第二次中风 甚至第三次中风 那你想一想 有没有人跟他讲 你中风后遗症 你要少油 少油炸的呢 我相信一定有 但是为什么他做不到呢 因为他缺乏一个环境 那需要人常常提醒他 而不仅仅说什么 哎呀 跟你讲完一遍 比如说我们作为医生 这个病人出院的时候 会跟他讲 回去之后要少油 少油炸的 你身体会那么好的 这句话说了之后 用处并不大 那所以保持学习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自行合一 这些人 他有的是不知道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会看到 类似的例子 比如说亲子关系 你不是听了一次课 你的亲子就能够做得很好 你要持续的 去了解亲子的理论 亲子的方法 调整自己 作为家长的一个心态 所以促进自行合一的 第一个方法呢 我们叫保持学习 那么第二个方法 很重要 那就是合适的环境 刚刚我举了戒烟的例子 你们周围的人都抽烟 你想戒烟很难 所以你要有环境的影响 那你主动要接触那些 比如大家一起来戒烟 大家一起来吃饮养早餐 大家一起来管理体重 你往往会发现 大家彼此激励 互相鞭策 互相监督 反而效果会事半功倍 所以这个是促进自行合一的 第二个方法 叫做合适的环境 当然了 自行合一还有第三个 非常有效的方法 叫做适当的投入 那在经济学上 有一个概念 叫做沉默成本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人们为了这个事情 付出了成本 这个成本呢 可以指金钱 时间 如果付出的越多 它使用的频率 就越大 那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成本 刚才提到了 不光是金钱 时间 精力 金钱 都是的 所以这三个方法 对于促进自行合一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做行百里者 半于九十 意思是说 你一百里 如果你走了九十 甚至九十五 你半途而废 那也没用 所以前面我们讲了 这个自行合一 最核心的突破市数区 而且是长期突破 才能发生转变 所以还有一句话叫 知之非奸行之为难 其实也是说 知道是一回事 做到呢 也是另外一回事 那针对我们的 这个大健康的从业者来说 就是自行合一的这一点 怎么在日常的 他们的一些工作和生活当中 去助力他们的这个行为和结果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和正确的人在一起 如果减肥的人 是吧 你老跟一些胡子海赫人在一起 你大概率很难管住体重的 你就和一群 大家追求更好生产人在一起 那如果你要吃营养早餐 你就可以进一些营养早餐的一些社群 是吧 先上的先下的 大家天天在一起 互相激励 你秀你的早餐 我秀我的早餐 那么同样的 亲子也是如此 你就进亲子的群 大家共同呵护家人 呵护孩子 所以我觉得还是提到吧 正确人在一起 做正确的事 常常会事半功倍 但是我们很多小伙伴还是会反馈说 这个知性合一这个事 说起来还是很容易 但是做起来却不一定那么的容易 却不简单 那么我们平时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 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地去清醒自己 去关注这个知性合一呢 前面聊过嘛 三个方法 所以多问问自己 有没有持续保持学习 有没有投入 找到合适的环境 第三个 有没有适当的投入 这个投入指时间 精力 还有金钱 这些方面 我说的是适当的投入吧 你如果说 我们经常开玩笑 一点时间都不想投入 我觉得我一点关于健康的知识 我都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 我也不愿意花精力去学习 我也不愿意投 是吧 一点这个资金金钱 在健康方面 那大概率吧 你的健康很难产生行动的 还是用老祖宗那段话 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 尽诸者赤 尽默者黑 好 感谢博士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健康十大观念 分享的这个小课堂 就告一段落了 希望我们的这个分享呢 能够给大家带来 很大的一些助力 以及观念上的一些提升 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们呢 到最后都能够做到 知行合一 在大健康的道路上 越走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